我与妙威感情甚好 王后怕是没有什么事情 能让皇祖母为妙威出头 那就好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这一辈子所求 也不过是你们这些小辈 平安喜乐 你们过得好了 我们就开心了 太后意味深长地看着玉锦修 玉锦修看到太后的目光心头一跳 太后却已不再看她 她使了个颜色 井嬷嬷便将一个托盘拿了过来 托盘里面放着一柄碧绿的玉如意 太后从托盘里面拿出了玉如意 如意 如意 总要趁心了才能如意 这柄玉如意 是大型皇帝送给我的 让我用它来打工里那些 上窜下跳不安分的嫔妃 今天 我就将这柄玉如意送给你了 若是府里的那些女子不安分 你就用这个收拾她们 她说到这里看向玉锦修 修哥 这事你没意见吧 玉锦修的毛光从宁妙威的身上划过 心情有些复杂 她略顿了一下后道 孙儿对于感情之事 一直向往的是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你能这样想很不错 虽说皇族 为了繁衍子嗣 常会纳上一堆的嫔妃 但是却也不是什么样的女人 都有资格生下皇族的血脉 你房里的事 祖母不会过问 但是你也要记住一点 不管其他的女人有多合你的心意 你都需要记住 你的正妃 只有一人 你要敬她 爱她 玉锦修知道 太后这话 是直指照半嫣 这事发成是宁妙威 在太后这里告状了 她心中有些不快 却还是低眉顺眼地 应了一声 只是看着宁妙威的毛光 却更是冷了三分 宁妙威这会儿才不在乎 玉锦修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从太后的手里面 接过那柄玉如意 光族母 这玉如意要是打坏了怎么办 这是用千年金刚玉所制 结实得很 打不坏的 太后云淡风轻地回答道 宁妙威的眼睛顿时已亮 有了这东西 她能抽此照半嫣 太后扫了她一眼 觉得她的样子实在是太傻 这柄玉如意如此贵重 威慑的效果 远胜于直接抽打的效果 可是看她这样 却是恨不得拿着玉如意去抽人 太后觉得宁妙威 实在是有些暴力 但是却深合她意 宁妙威抱着那玉如意 开开心心地和玉锦修 离开了慈宁宫后 紧摸摸有些不解地问 您怎么把那么重要的东西 赐给了陈王妃呢 太后轻轻叹了一口气 紧着你 稳 我们 来 我们 我们